民眾黨布局立委大選再出招 正式公布了首波區立委選戰爭招名單 現任不分區立委成晚會出戰宜蘭 張祈璐則是北市文山中正選區 但是呢最受外界矚目的就是前立委蔡碧如 將在台中第一選區對上的現任立委 同時也是立院副院長的蔡其昌 那民眾黨總統參選人柯文哲 更選在28號這一天 帶著蔡碧如南下到大甲鎮藍宮 拜會國民黨前立委言寬恆 是否成為這個藍白河選區 也引發了關注 以下車先和前國民黨立委言寬恆 握手相見歡 柯文哲帶著蔡碧如大甲鎮藍宮 拜碼頭 因為蔡碧如確定代表民眾黨參選 台中市第一選區 將對上民進黨籍立法院副院長蔡其昌 因為中章頭不是只有一區要選立委 這涉及到整個中章頭的全盤戰局 要怎麼做啦 還有誰要那個 我們還要再詳細的規劃 什麼票我們都要嘛 這個大甲媽祖繞見我走過兩次了 所以來這裡還蠻覺得蠻熟悉的 民眾黨中央委員會28號 首度確認徵召召現任部分區立委陳婉慧出戰宜蘭區域立委選戰 張其露見指北市溫山中正 至於曾因為論文風波請辭立委的蔡碧如回國改戰區域大選 自己失去的立委席次 要自己想辦法贏回來 這一區一直長期以來就是國民黨他推不出一個比較強棒的出來選嘛 如果他們沒有要推人的話 對我來講我就是應該來團結建議團結起來的力量 而國民黨在中一選區是否出戰尚未底定 非綠聯盟能否連線成為關鍵 藍白之間是否在區域立委首度合作 中一選區成為市水溫的關鍵選戰指標 介紹陳文翔 蕭瑞生 台北台中 綜合報導